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咱们没有什么样的目标啊 拿到 天哪 猪哥哥说了一个跑车 谢谢猪哥哥 你们 谢谢你们 不客气 我们猪哥哥 我们有苦 给家用什么东西好不好 要 猪哥哥 那我去 五号月五八十的空间 让我去吧 谢谢 哎呀 怎么那么喜欢听送给我 你的人呢 住人 你在干什么 不是 领导 你听我解释 我也 你 领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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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我解释 领导 不是 媳妇 天地良性 我真什么都没干 我自己有钥匙 我自己有钥匙 我垃圾倒了 你拿我钥匙干吗呀 你说呢 不是 媳妇 你把门开开 我跟你好好解释 我没干什么 我什么都 我什么都没干 老婆 早上好呀 哥哥们 走 干吗 那衣服我收到了 谢谢你 瞎客气 都到了 你们昨天晚上都去哪儿了啊 怎么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住人到了 咱们到齐了 我来宣布一件事情啊 从现在开始 咱们所有人都要振作精神 因为我们又有了新目标了 飞达 这家公司正在寻找新的公关公司 为他们公司制定新的年度 宣传策略 以及公关模型 这可是个大案子 而且他们公司的实力 跟谢力强 康丽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那你怎么知道的呀 不重要 那咱们能赚多少钱啊 目前还不清楚 以咱们的资质 有多大的可能性能拿下呀 不确定 那你们这什么大案子啊 庄 当然大案子 不了解能跟你们宣布吗 这家公司 背靠的是南星集团 那他们肯定很有钱啊 肯定也不会像谢力强似的 那么抠门 也不会像康丽那么不靠谱 咱可以利用这机会啊 向夜守如证明咱们的实力 确实是快敲门砖 咱要是能拿下飞达 那回京就起飞了 对呀 差不多吧 周一上午 我去跟他们公司老板见面 大家需要马上搜集 关于飞达各方面的资料 从现在开始 我们还有五天半的准备时间 优化盒修改 女儿来找你来了 走女孩 就上回派对那边 回京那边 我会想去年轻加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起来怎么样 完美啊 你干什么呀 舒总 小猫挺可爱的 西装我给你干洗好了 非常感谢您昨天对我的救命之恩 以后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您尽管说 总之 谢谢 不客气 其实你挺和蔼的 和蔼 我不是说你老啊 我的意思是 你不像他们说的那样 你挺善良也挺好相处的 白白 其实你挺漂亮的 其实你也挺漂亮的 姐 其实你比她漂亮 我和蔼吗 完美 你说我哥也是 赵子都什么人 那女孩也太不会聊天了 出去 你说我漂亮吗 你说我漂亮啊 我祝你最可爱的 你拍这个的时候 确定没被发现啊 我也不知道 内屋有没有监控 这不是冤家路窄啊 那 这怎么办呢 没事 知己知彼 咱们才能百战百胜 咱们现在已经知道 他们是竞争对手 所以咱们肯定能做得 比他们更好 但是说实话 咱们比义讯的实力 确实是差了不少 上次谢力强大的 就被咱们抢了 这次真说不定她会 有仇报仇有援保怨